今天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遠航的停飛事件 真的是烏龍一場 真的是弄假成真嗎 我們在剛剛稍早 掌握了最新消息 因為今天早上記者會 張剛文自己說 他說昨天的停飛是 員工自己危機處理太快 因為我關機他們找不到 我對我依賴太重了 所以做出了一個烏龍決定 真的是烏龍決定嗎 對 他今天在記者會講說 停飛不等於停業 就是因為一些 所謂的一個高級幹部 受不了壓力 所以自己做了主張 不過今天剛剛最新的消息 有某媒體說 他已經取得昨天 張剛偉署名的申請停業公文 那也就是說 他是知道的 而且他自己是簽署的 對 他如果按照 那就不能全部退給員工了 媒體的報告 那就不是烏龍了 那就不能全部退給員工嗎 反而是今天的記者會是烏龍記者會 那我知道了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 本來要停業 然後就寫了一個遺書 那遺書蠻有意思的 還是自己寫LINE 寫LINE之後發出去 叫他們發出去 叫他們發出去之後 有人就問他說 那你說你那個停飛沒有簽名嗎 那你遺書也沒簽名 他說那是因為我不會簽 因為用LINE發沒有人交過 在手機上怎麼簽名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遺書發去之後 有錢進來了 所以他又想繼續做了 還是他改變了心 我們不知道現在看起來是羅生門 不過遺書事件也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一輩子從來沒想過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其實那時候想來想去 我查了好多死法 這個安眠藥只會燒傷胃 這個還要洗胃死不了 然後割完 好像聽說最後會變這個 死前會好像變零下30度 現在我們當開玩笑在講 真的想來想去 還好還沒有想到的時候 還沒想到的時候 就好消息就來了這樣子 那我也很感謝大家 事情很簡單 我是一個很重責任感 很愛面子的人 事情處理得好 對大家負責 我就繼續努力 我現在非常有信心 那所以我現在坐在這邊 如果真的是絕望了 那只能一死謝所有人 一死謝罪 那我有想死的勇氣 就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也好在這個老天有保佑 那有三組的投資人 這個對台灣有信心 對遠航有信心 對我有信心 在我發布這個遺書之後 馬上就聯繫到我們 所以我今天 才坐在這裡 跟大家報告這些好消息 最荒謬的是 這個老闆說 我想了各種施法 我也去查了 吃安眠藥的話會洗胃 不太好 割碗的話 死前據說會到零下30度 我是強烈懷疑 我不知道要去哪來查 是不是看了有一本書叫做 一百種死法 還是什麼完全自殺手冊 我也搞不清楚他看什麼 說了半天之後 我這個遺書傳出去 他這個遺書是寫LINE傳出去 所以就馬上就出現了 三組投資人 就馬上聯繫到我了 換句話他想死的 那個時候是沒有關機的 人家沒有關手機有開著 所以就解決危機了 我要繼續做下去 這個 這是 這是哪門子的記者會 這個解釋遺書這件事 其實還滿好笑的 這個是八點檔連續劇 都不會出現的情節 神律 他到底是想死還是想落跑 外面傳言很多 還是兩個都不想 這個從他的遺書 因為張董他其實本身 他是沒有否認這個遺書的真偉 他是承認的 所以說這個遺書的內容 他有提到裡面有四人幫 那我們來看看四人幫 遺書好好來看一下 剛剛其實念過了 還是再念一次 反正他是被詐騙集團騙了 這詐騙的內容有四個人 好好記住名字 蒲元日 林玉生 陳勝龍 王瑞凱 這四個人 據說沈律確實去查了一下 對 因為 因為他們都有案在身是嗎 因為今天在張董出來開記者會之前 其實坊間已經有一些傳言說 張董他的情況非常的糟糕 甚至還去地下錢莊借錢 這是傳言 我們也不知道 有這些傳言 但是今天我就看了 我昨天看了遺書 然後加上這傳言 我去查了一下 我覺得這傳言的可信度的可能性 是有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看這個林玉生 林玉生是誰 我們去查他的公司的登記 網路上查 網路上就可以看到我們那個 遠航公司登記的一個資料 好 來 我們來看遠航公司登記的資料 我們看遠航公司登記的資料 來 竟然就看 對 就這個 好 來 那其實上面又有一個董事 叫做林玉生 但是它不是遠航公司 它是華裔租賃公司 對 但是它是遠航的董事 你看那個右上角 來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公司名稱是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既然是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要好好的 請張崗維要做一下功課 要有點法律常識 所謂的股份有限公司 就不是你個人的 它是有股東的 好 在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料裡頭 經濟部商業司 商工登記公事資料查詢裡頭 就談到 董事林玉生 它所代表的是華裔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它持有的股數是2954 所以它是遠航的董事 同時也代表的是華裔租賃公司的代表人 對 其實後來你如果點進去華裔租賃公司 它不是華裔的董事 所以它的意思是 它被它自己的董事詐騙嗎 這是一種可能 這就匪夷說了 原來它的董事是炸 在它的眼裡是照它的遺書所寫 它自己遠航裡面的董事 就是詐騙四人幫 這個當然有可能 但是我會這樣解讀 因為遠航它不是公開上市的公司 所以說我沒有辦法去查說 這個董事它是什麼時候盜任的 然後它的股票是什麼時候拿到的 如果說 它沒有股票 它是華人代表 對 如果說 如果說我們可以去查這部分的一個 比如說林玉生他個人有沒有持股的話 其實可以相當程度去證明說 他可能就是有跟林玉生吊錢 然後就是用入股的方式 讓他能夠說 我錢見你 你除了要給我高額的利息以外 你還讓我入股 這是神律的猜測 沙盤推演 但是因為很詭異的是 遺書上的詐騙私人幫 竟然赫然出現在公司董事之列 這是非常詭異的 好 另外一件很詭異的事情是 來 還有一個人很詭異叫做王瑞凱 對 王瑞凱又是 王瑞凱其實 一樣我去查了一下那個司法院的 這個裁判書檢索系統 發現王瑞凱他其實是一個 前科累累的詐欺犯 好 來 這個是 沈綠查的 對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 的105年的刑事判決 對 被告就是王瑞凱 來 內容講的是 當然前提是這兩個是同一個人 假設這一位王瑞凱 假設是同名同姓我們不知道 對 因為也不排除 也有同名同姓的可能 對 當然也有可能 但是因為判決書的內容看起來 好像他也是 看起來有那麼一回事 因為他就是金融詐欺犯 而且他詐欺的金額 他說好幾億 好幾百億 好 所以我們不知道 這位王瑞凱是不是就是 張剛偉遺書上的王瑞凱 假設是的話 來 帶一下 他到底犯什麼案子 我們看第一格 第一格我們看畫線的部分 黃色的線嗎 他就是假冒自己是公司負責人 第一個假冒自己是有錢人 好 來 他約定 這個裡頭又寫到 好 約定先由陳中駐以 世界國安基金會 有這個基金會嗎 世界國安基金會 連雲港五合一開發計畫為二 曲線Limomo 然後再由王瑞凱 需購置海外巨額資金 銀行擔保行 銀行擔保行等明目為手段 共同向Limomo詐欺金錢花用 好 所以他是個騙子 對 他就是那種巨額 而且多巨我們看最後一欄 好 來 他炸架片金 唯可動用該基金會 利益層級管理人王瑞凱 所管理的970億美金資金 對 並於99年12月14日 以電子郵件附加檔案 這方式將王瑞凱 於不祥實地取得 就偽造瑞士聯合銀行的 這家銀行叫做UBS 很有名 瑞銀 970億美金的資歷證明 然後是掃描電子檔的 就說這是瑞銀的970億美金資歷證明 轉寄給林某某 我覺得他偽造了一個瑞銀 970億的財力證明 對 那一般來講 讓林某某以為他非常有錢 所以說才會說 這個張董確實有可能 已經要找上人幫忙去高利貸借錢 而且 像這種公開的裁判書 一般徵信我們這種公司法務 徵信這種合作對象 都會大概查一下 那這個很容易查到嗎 對啊 很容易查到 你還去找 那如果他很容易查到 為什麼張綱維會去相信這個人 而被他騙呢 因為他很容易查到 他過去曾經有這樣的案子 這是有保障 我看沒有保障了 就是已經走投無路了 只好找他了 而且王瑞凱 我看媒體今天講得非常離譜 來 學鴻 是 他那個什麼 來世界國安基金會 扯到孫中山那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 世界國安基金會 根據王瑞凱的講法 是成立於明代 要保護世界安全的一個神秘基金 這簡直跟你之前提到 不暇小說 對 但不管 就是有人信 因為他們走來走去 衣冠楚楚 然後感覺是出生自上流社會 而且還設法讓他的那些 倒霉的受害者覺得說 他真的認識很多富二代 他真的認識有錢人 所以最後才心甘情願掏錢給他說 不好意思 我整個 300多億美金的基金要支援你 但是你得要先拿出一些錢來 讓我們相信你有這樣的財力 所以他跟人家說 我覺得我是世界國安基金會 明朝就成立的 為了維護世界安全 然後我還是孫中山當時革命起義的資助者 我還是台灣十大建設的資助者 我們台灣的經濟起飛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建立 他都有功勞 都靠他 不得了 所以我們這樣講 看到王位坎這麼會唬爛 那也就只有他能騙張崗維 是不是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對象 結果他講這個故事 你也信 那外面有一些他準備要落跑的傳聞 當然沒有得到正視 照張崗維的說法是我沒有要跑 可是外面傳言很多 對 這個落跑的傳言 其實我們可以從他去年開始 跟一個虛擬貨幣的一個幣 叫做是ALLN幣 來做合作 那用這個幣呢 他們去年有開記者會宣稱說 用這個幣可以買機票 可以買它底下旅行社的套裝行程 那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覺得說 你莫名其妙要去跟這個幣合作 是不是 這叫遠航幣是吧 它其實英文叫做ALLN ALLN 對 那我們只知道比特幣 不知道還有一個叫ALLN 那這個ALLN 就可以買遠航的機票嗎 還是 對 他就是有做合作 而且他們關係緊密到說 這個遠航幣的CEO 就是他的發言人盧小姐 遠航幣的CEO就是他發言人 對 這就是他們遠航幣的官網寫的 遠航幣 遠航副總主要負責人 竟然是同一個人 叫做盧繼榮 所以蠻奇怪 這個公司蠻奇怪 所以就是會讓人家覺得說 遠航幣公司在搞虛擬貨幣 而這個虛擬貨幣還可以買他的機票 對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說 因為一般會去動到虛擬貨幣 就是想要金流的部分 想要做一點文章 所以有人家說作弊就是作弊 作弊就是作弊 那他現在就是一開始 剛剛可能有討論到 他先跟銀行吊錢 吊不到錢 第二步跟地下錢莊吊錢 在吊不到錢開始賣自己的股票 但是他沒有承認他跟地下錢莊吊錢 我覺得可能有 那再來是可能在接下來就賣自己的股份 甚至他就有切票的一些動作 比如說他就賣一些遠期的一些機票出去了 那種種的動作就讓人家覺得說他要送錢 然後送錢送料 所以省略的看法是 有可能錢拿來就冷要走 有落跑的可能 要冷要走 所以我剛剛講王位 當然我們檢調如果有這樣的可能 我們當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 但至少檢調就應該開始做動作 比如說限制出境 或者應該做一些司法動作 所以今天我看新聞已經說 檢調已經有跟他約談 今天晚上七點約談 所以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是晚上六點半 所以我們不知道約談的結果 有沒有可能對他做任何的處分 但是如果照省略的說法是 你覺得落跑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王瑞凱 有可能他說被他詐騙 搞不好是有時候是這樣子 拿一筆錢要叫他把它洗出去 結果被黑色黑掉了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他還說錢不見了 還被汙了一筆作業費 高額的作業費 有時候會有一定的 對 這次是 沒有不見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那天 有不見 那天 有不見 我不是說 你不見